直领直领嘛 那我刚讲因为呢 我们常常去 我刚才有做示范 如果你的膝盖乱用力 力量就会将在膝盖 腰块乱用力就将在腰块 肩膀乱用力就将在肩膀 如果翻轴 轴用力就将在轴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直领发进 无语相似是发一脚 就是指涌拳 行一腿 主宰一腰 乘一手 这个叫做 涌拳派 那我是直领派 我是直领加勇拳都有 但是我主单 你要先把勇拳 不是直领练到极致 练到非常好 那你勇拳练就自动在 你看如果我出拳 出拳不用发很大的力 这个就是直领 我腰块不会去乱用力 懂吗 你看 这个就是用直领 轻轻出拳 他就会被我蹦出去 懂吗 那我用轴挤也一样 如果我是用腰块 这个就是腰块 看到 用直领 用腰块去顶他 可是呢 如果我的轴挤是用直领呢 你看用直领 蹦就出去了 用直领 就出去 很轻 就出去 所以直领 直领 是跟用腰块 用勇拳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他有没有腰块勇拳 有 他是由上至下 依序而动 一个是由下至上 依序而动 还是有差异 好 好 OK 感谢观看